政府8年前成立樹木管理辦事處總監一職 要求樹藝背景深厚 兼且有相關專業資格 不過政府在今個月開始 調派一個土力工程師處任這個職位 也質疑是否有合適的資歷領導這個部門 有陳偉恩說說 10年前,一棵林樹 一條人命 吹生了一個新部門 樹木辦將會是負責樹木管理的權威機構 和樹木的統籌中心 這個權威機構的首任總監周錦超 是應可樹藝師 當時任職家道理農場高級經理 是植物學博士 2016年他離職之後 由發展局助理秘書長徐何芬處任過年半 他出身看文署 管樹木在香港園藝學會做到會長 期間政府做了兩輪公開招聘 請到大專港師車卓賢正式坐這個位置 他教過園景建築 也有樹木從業員資格 不過不夠半年又以個人原因離開 政府今個月由土木工程拓展處 調派了高級土力工程師高韻儀坐這個位置 根據他的公開履歷 高韻儀專長是邪波安全 和監管爆炸品運輸和使用 對比2017年這個職位公開招聘時候的要求 提到要有生物學、林木學 或者園景建築學位 高韻儀在科大讀土木結構工程 也都在城大讀過仲裁 其他條件包括要有樹藝專業學會的認可資格 有樹木管理的高層經驗 樹藝背景深厚 高韻儀的履歷都沒有提過 長春社總監蘇國賢說 樹木辦理任總監在行內都算知名 但身上暗這位他聽都沒有聽過 要一些跟著樹木或看了樹木很久的人 其實他才會有這個能力去說到 這件事你這樣做完 之後那棵樹就有機會會這樣了 如果你沒有相關的資歷或經驗 以及深厚的認知 你如何帶領樹木辦去能夠變為一個權威的機構呢 發展局說樹木辦總監以下有18個專家組成諮詢小組給意見 不過根據蘇國賢的經驗 小組一年才開兩次會 日常決策仍然很靠總監小組幫不了太多 今次人事變動政府武功報道 發展局接受查詢的時候 說高韻儀只是暫時處任 據了解局方認為高韻儀風險管理經驗豐富 可以應付接下來打風季節 長遠來說政府有意檢討樹木辦總監這個位置 有線電視記者陳慧欣報導